南部滷味摊米血豆腐甜不辣 选项有够多 但有部落客到墾丁 却说发现新食材 菜单上写着楼梯一份30元 让他不禁想问什么是楼梯 大家知道吗 菜单上写的楼梯 就是这种网格状豆制品 口感有点像豆干 因为一格一格的 看起来像楼梯 是超频价美食 网友纷纷留言 南部特有的称呼吗 第一次看到也 过年去墾丁买卤味的时候 我也对楼梯充满疑惑 我也不知道你不孤单 要两顿口香糖 还有民众到卤味摊 外带口香糖 口香糖又是什么 有网友反问 那你知道天梯是什么吗 让大家好惊讶 什么居然还有天梯 天梯还没有什么 我其实不知道 猪的上二 可是它一层一层的 那个可以说 好像是天梯一样 就把它命名是天梯 答案揭晓原来天梯 指的是猪上二 口香糖是压漸肠 吃起来超有嚼劲 名称特殊比较少见 让不少民众直呼超特别 到南部吃卤味 楼梯天梯口香糖 冠名选项意外掀起讨论 记得松菲成 沉山山高雄采访报道 我是陈居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坊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